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学习一下UCOS的第六次课 UCOS中提供任务通信与同步的一个手段 今天我们来讲解一下任务间的同步与通信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做同步,什么叫做通信 它们两个有什么不同 首先第一个同步 同步指的是两个任务之间要满足某种关系 但是没有一个数据的交互 而通信指的是两个任务之间有数据的交互 但是不一定有满足某种关系 好,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同步的概念 UCOS中给我们提供任务间同步的方法有这么三种 第一个是信号量 第二个互赤性信号量 第三个是市价标志组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信号量 那在这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我们来讲解一下这三个东西 好,我们首先看第一个信号量 好,假设这里有两个任务 Task1和Task2 第一个任务呢 进行按键的采样 或者说按键的扫描 假设对按键的扫描 第二个任务呢 进行LED灯的点亮和熄灭 好,假设呢 我们第一个任务 我们第一个任务采样的按键已经扫描 就是扫描到这个按键了 按下了 好,按键按下以后呢 我们让第二个LED灯的亮 好,也就是说我们第二个任务呢 按键按下以后呢 我们就让个Flag等于1 好,在Task2中呢 不停地检测这个Flag的值是否等于1 如果等于1就让LED灯亮 好,并且呢 把Flag给清零 好,那在这里呢 Flag就提供的是一个 一个什么呀 信号量的一个作用 也就是说Task1呢 按下按键以后呢 它开始向Task2呢 发送一个信号量 发送Flag这个信号量 Task2接收到这个信号量以后 把LED灯呢给点亮 好,所以说这个Flag 在这里就充当一个信号量的作用 但是啊 在这我们要注意 UCOS中的信号量 并不是像我们这样写的一个全局变量 好,它是一个呢 可以操作的一个东西 那关于这个信号量 护车型信号量 以及世界标注组 包括我们消息邮箱消息队列 它的具体的使用呢 我们在另外的捷克UCOS的应用上面呢 会讲解 好,那今天呢 我们只是讲解它这个理论基础知识 好,我们了解一下 这个信号量的一个作用就行了 好,那这是这个信号量 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啊 Task1和Task2之间呢 它们有一个约束 也就是说有一个同步关系 好,但是呢 Task1和Task2之间呢 并没有进行一个信息的交互 也就是没有一个数据的交互过程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 护车型信号量 那这个信号量明白了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护车型信号量 它是一个怎么回事呢 好,这个地方呢 我们假设还是有两个任务 Task1和Task2 这两个任务 好 假设这两个任务在应用的过程中呢 都需要来防卫一个共享资源 假设要防卫这个打一击 共享的打一击 好 假设呢 我们第一个任务 Task1呢 要打一hello 这个任务呢 要打一word 好 那我们黑显然啊 能看到 第一个任务 Task1在使用打一击的时候呢 Task2呢 是绝对不能使用打一击的 为什么呢 如果Task1在使用打一击 Task2也在使用 那打一出来的数据呢 就不再是hello order 有可能变成H W E R O 等等 这些乱七八糟的数据 那为了防止Task1和Task2 共同使用打一击 我们在这呢 在使用打一击的时候呢 就要添加一个约束 好 假设呢 我们还是用一个全局变量来表示 用这个flag 好 说实话的时候 这个flag等于1 flag等于1呢 表明这个打一击呢 出一个空闲状态 好 那假设这个时候呢 我们来看一下 假设Task1呢 要使用打一击 它首先呢 判断flag的状态 首先判断flag状态 好 如果flag等于1 好 这个时候呢 它就开始使用打一击 并且把flag呢 给清零 好 好 同样这个时候 假设Task2呢 也来使用打一击的 它同样的也会判断 这个flag呢 是否等于1 好 但是它一判断呢 这个flag这个时候等于0 它就知道这个打一击呢 现在处于忙的状态 也就是说 不是空闲状态 那它怎么办呢 它就要等待 等待什么呢 等待我们这个Task1 这个任务 把这个打一击呢 使用完毕 使用完毕以后呢 它就会把这个flag呢 给制一 这个时候我们Task2 这个任务呢 就可以使用打一击了 好 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啊 在这个地方呢 flag充当的是一个 护斥性信号量的作用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Task1和Task2 它们两个构成一个 护斥关系 就是我在使用的时候 你不能使用 这就是一个 护斥性信号量 好 那在这条语句 Fflag等于等于1 这个呢 叫做获取护斥性信号量 或者叫做 等待护斥性信号量 那就是说 我们等待护斥性信号量 当我们等待到以后呢 我们就开始使用 这个共享资源 使用完毕以后呢 我们要发送 护斥性信号量 flag等于1 这个过程呢 就是一个发送 护斥性信号量的过程 好 那同样Task2呢 也是这样的 首先等待这个 护斥性信号量 等待到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使用 共享资源了 好 使用完毕 共享资源以后 接下来我们还是要 发送护斥性信号量 然后说 对这个护斥性信号量的 使用过程呢 就是第一步是等待 第二步使用 第三步呢 是发送 好 好 那了解这个护斥性信号量以后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下一个概念 事件标志组 什么叫做事件标志组 好 同样呢 我们还是提供两个任务 Task1和Task2 这两个任务 我们来演示一下 这个事件标志组 好 好 假设Task1呢 还是进行按键扫描 Task2进行LED灯的点亮 好 同样的道理啊 第一个按键 按下这个灯亮 那假设这个时候呢 我们这个按键呢 它不再是一个按键 如果它有A个按键 怎么办 K2 一直到Ka 它控制的LED灯呢 也不是一个有A个LED灯 好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还是使用一个全局变量U32FLAG 好 只不过这个时候 当第一个按键被按下的时候 我们让FLAG的第0位变成1 也就是FLAG的第0位为1 表明第一个按键按下 FLAG的第0位为0 表明第一个按键没按下 同样FLAG的第1位为1 表明第一个按键按下 FLAG的第1位为0 表明第一个按键没按下 等等等等 往下来表示 那也就是说 我们用FLAG的各个位来表示了 这个按键的各个状态 那这个时候 这个FLAG呢 它就不再被称为一个信号量了 而被称为一个试价标志组 它的1位呢 标志着某一个试价是否发生 比如说这1位为0 表明这个试价没发生 这1位为1 表明这个试价呢 发生了 那这个时候这个FLAG呢 就被称为一个试价标志组 那TASK2在使用的过程中呢 它就需要来判断这个试价中的各个位 也就是要判断FLAG中的各个位 当然事件标志组的试用呢 还有一些比较高级的试用 比如说 我既然能判断你各个位了 也就是能判断你某一个试价了 我还可以判断你的组合试价 什么呢 比如说F 就是第一个按键也按下了 并且第二个按键呢 也按下了 并且第三个按键也按下了 那你们都按下以后 我才让某一个灯亮 好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事件标志组中的各个标志位 来进行一个相互的判断 好 那这个呢 就被称为一个事件标志组 它不再是一个信号量了 当然了 它还是属于信号量的范畴 好 那这是我们讲的这三个任务间同步的一个手段 信号量 护士型信号量和事件标志组 好 那讲完这三个以后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任务间的通系的一个手段 任务间的通信呢 有两个手段 第一个呢 是消息邮箱 第二个呢 是消息队列 好 那在这儿我们首先再来看一下这个通信啊 任务间的通信呢 指的是两个任务之间有数据的交互 这个时候呢 它叫做任务的通信 好 那接下来我还是给大家举个例子 好 这是task1这个任务 好 这是第二个任务 task2 好 我们还来看一下啊 假设我们还是解决刚刚的这个问题 task1呢 进行按键扫描 这个时候呢 有很多按键 k1到ka task2呢 根据扫描过来的按键来处理LED灯 LED到LEDA 好 上一次呢 我们使用了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呢 叫做什么呢 就是说 使用一个施价标制组来进行处理 那这个时候呢 假设我不使用施价标制组 我使用什么呢 我使用消息邮箱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处理 这个时候呢 我加入一个全聚变量 u8 kvalue 这样一个值 假设 这个kvalue等于0 表明没有按键按下 kvalue等于1 表明第一个按键按下 kvalue等于2 表明第二个按键按下 kvalue等于3 表明第三个按键按下 等等 一次往下类推 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时候我们task2 第二要想判断哪一个按键按下 就不再像我们事件标志组那样一味一味的判断了 我们只需要判断kvalue的这个值就行了 就是说fkvalue等于等于0怎么怎么着 fkvalue等于等于1怎么怎么着 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判断的是kvalue的这个值 那这个kvalue的值是由谁改变的 是由task1这个任务来改变的 那在这我们可以看见啊 task1和task2之间呢 进行一个数据的交互了 他们要的数据是谁呢 是kvalue这个数据的值 好也就是task1呢 改变kvalue的值 task2呢 使用kvalue的值 好在这里kvalue呢 我们就把它叫做一个消息的邮箱 好就像一个邮箱一样 好就像我们写信一样 我们把这信呢放进邮箱 然后邮箱呢 帮帮我们把这个信呢 传递到远方 好远方的别类 就是我们的七七朋友呢 远方的我们的朋友呢 打开这个信呢 就可以看到信中的内容 同样我们远方的人呢 也可以使用这个邮箱 也就也可以写信 发送给我们 好那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task1和task2呢 就进行了一个数据的交互 那这个呢 就被成为一个消息的邮箱 好这是这我们这个消息邮箱啊 我们可以看到啊 在消息邮箱过程中 我们有一个任务呢 提供一个发消息邮箱 就是发邮箱 而另外一个任务呢 会接收这个邮箱中的内容 好接收了以后呢 使用 使用完以后呢 他有可能也会向task1呢 进行发邮箱 好 task1接收到这个邮箱以后呢 也会进行使用 好这个呢 就是我们这个消息邮箱 这样的一个概念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叫做消息对列 好 消息对列呢 实际上就是有多个消息邮箱 构成的这样一个对列 就叫做消息对列 那既然有消息邮箱了 我们还为什么要使用消息对列呢 好 那看 看一下 我们假设另外一个任务 好 还是两个任务 task1和task2 好 假设task1呢 它进行一个按键的扫描 还是按键扫描 比如说这个时候 它扫描的时候 我们微渡子下的标准按键 也就是我们电脑上的标准按键 键盘 而task2呢 它进行按键的一些处理 比如说应用处理 好 那在这呢 我们就都知道有一个问题啊 好 我们task1 它在进行按键扫描 并且呢 发送这个消息邮箱的时候呢 它发的很快 因为它必须扫描的很快 才能不保 才能保证呢 我们这个按键不会丢失 比如说你扫描的很慢 而某些人呢 它打键盘的速度很快 那这样的话 这个按键就会优势 但是应用程序呢 它有可能呢 处理不了这么快 就说它处理的速度 可能会比较慢些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比如说task1呢 发出去了 但是task2呢 接收到了 但是呢 它还没有处理 那这个时候task1呢 又发送了下一个按键 那下一个按键 能不能被接收到呢 或者说上一个按键 能不能被处理呢 这就是一个问题的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使用多个小细邮箱 好 比如说呢 我在task1和task2之间呢 我们建立出这么多个小细邮箱 它第一个按键按下以后呢 我们发送到这个小细邮箱 第二个按键按下以后 我们发送下一个 好 第三个发送下一个 依次类推 好 发送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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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当到这里以后 接下来再有下一个按键按下 我们就再往第一个发送 那这个时候呢 对应用处理的要求呢 相对来说就会低一些 为什么呢 我只要保证在这么多次之间 就说从这个到这个 这个时间段呢 你只要把第一个 这个按键处理掉以后就行了 因为处理掉第一个按键 这个消息邮箱呢 已经变为空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再往第一个里面放了 那也就是说 北来假设我们北来呢 你任用程序需要十毫秒来处理一下这个按键 但是现在呢 我们来看一下 一二三四五六七 因为呢 有七个消息邮箱 你可以每隔七十毫秒来处理一下 只要保证在同一时刻 有一个消息邮箱未空就行了 好 那这么多消息邮箱组合在一起 我们就把它叫做消息队列 这个队列呢 满足一个先进先出的这样一个规则 就是说先进的 这个队列的入队的成员呢 先出去 当然这个队列呢 我们也可以让它满足一个 后进先出的规则 比如说这个按键比较解极 你必须先处理这个按键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按键呢 直接发送给这个Task2 那它就是一个后进先出的这样一个规则 好 那这就是我们这个消息队列 与消息邮箱的不同 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啊 消息队列的北枝呢 实际上就是多个消息邮箱 构成了这样一个队列 这样一个数据结构 好 好 那这是UCOS提供给我们热物界的 同步与通信的这些方法 关于热物界同步与通信的这些方法 信号量 护持线信号量 世界标志组 消息邮箱和消息队列 他们的使用呢 我们在UCOS的应用 这一个视频中呢会讲解 好 那今天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们就讲到这里 这样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观看